用大火炒过的花椒麻辣汤底 里头的鸭血吸饱了辣汤 一口咬下瞬间爆浆 卤到焦糖色的豆腐 汤汁塞满了孔隙 光用看的就口水直流 要让辣味更上层楼 这一罐乳白色的酒魄就是秘方 跟日本百年酿酒厂合作的酒魄 加进麻辣汤底 随着温度升高 酒精慢慢挥发 品尝米酿的滋味 汤头除了麻辣焦汁的口感 还多了一丝丝甜味 刷上一片双酱牛肉 就像在锅里泡温泉 粉嫩粉嫩的外表 带点油花滑嫩顺口 麻辣锅最佳拍档油条 也可以丢进锅里 沾上红油让滋味生滑 有一种比较大块的那种 吃起来蛮好吃的 口感还蛮好的 汤头那个很浓郁 吃起来相当顺口 除了麻辣汤底 还有酸白菜锅 同样用酒魄提味 酸而不嗆又带点甜味 跟手工虾丸 和包进湿木鱼皮的 海鲜丸超绝配 酸甜的口感 衬托出浓浓腺味 吃完肉片和火锅料 还不过瘾 店家焦泥煮 隐藏半的痛风锅 比手掌还大的蓄蟹 海虾九孔干贝花枝 超豪华的海鲜拼盘 统统丢下锅煮 白泡泡的蟹肉 吸满红彤彤的辣汤 海鲜味在嘴中爆开 干贝九孔则搭上 酸白菜锅 秋痰肉质 食肚咬劲 羊肉串牛肉串 经过高温考验 油脂在表面跳舞 慢慢烤到酥脆微焦 肚子作响 再撒上孜然粉 火烤两汁 双重享受 香料跟肉搭配的 的确真的不错 口感就是可以把羊肉 完全的衬托出来 可以提升汤头的一个风味 那再者的话 我们的酒粕精华鹿里面 它还有丰富的Tatera 那吃了当然还可以 白变漂亮 冷暖身的酒粕 融进热乎乎的麻辣锅里 一口热汤搭上丰富配料 成了抵抗冷天气的创意美食 东森财经新闻 小韩一家好 桃园报道 小啦啦啦啦